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不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愤怒 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 有这种冷血精神病人格障碍的人 他们分辨不出来哭脸和笑脸 但是这一类人他们非常的善于伪装 他们自私自大毫无忠诚度 但是逻辑性很强 他们可以把自己伪装成那种感情非常丰富 非常能够理解人的类型 在美国精神病协会2013年发布的 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 就把social bias和psycho bias 这两个都列在了反社会人格下面 那social bias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反社会人格 那psycho bias就是冷血精神病人格障碍 这两者有很多共同之处 但是这两者还有明显的区别 我们通常所说的反社会人格 可以被认为是能够后天形成的 但是冷血精神病人格障碍 它一般被认为是天生的 那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脑神经科学家肯特基尔博士 他就曾经出版过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名为变态人格的脑起源 那在文章中就指出了 这个psychopath的人 他们的大脑和我们正常的大脑是不一样的 他们大脑中负责冲动控制和情感感知的区域 发育不健全 有先天性的生理缺陷 那当然肯特基尔博士的这一观点 目前还是很有争议的 那后来犯罪心理学家罗伯特教授 他就发明了一系列的测试标准 用来测试这个人 他是不是这种psychopath 是我们所说的冷血精神病人格障碍 那这个测试名字叫PCLR测试 满分是40分 那非常著名的我们所说的冷血精神病人格障碍的罪犯 简托博案他就得了38分 是目前官方的最高记录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件的主人公 实际上他在作案的时候 并没有用PCLR测试去测试它 但是韩国很多犯罪心理学家都说 如果这个人他去做这个测试的话 他可能会得满分40分 而且这个案件的主人公 是一个身材高挑 样貌较好的大美女 在2005年5月份的时候 首尔的警方在一家医院里面 捉到了一名仕途在医院的楼梯里面 焦石灰放火的女性放火犯 那这个放火犯的名字就叫做阎人书 当韩国警方抓到阎人书这个纵火犯之后 就试图要以故意纵火的名义来逮捕 并且审讯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阎人书的弟弟突然跑过来跟警察说 那个警察叔叔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我姐姐身边总是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不是失火了 就是有人死有人伤的 就是弟弟这一句话引起来了一系列的连环凶杀案的真相 那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要重头说起 咱们先来说说阎人书吧 他是1976年的时候出生的 在那个时候韩国的整形也还不那么发达 那阎人书的长相还有身材 可以说是一等一的美女 20多次阎人书身高1米72 前凸后翘 皮肤非常的白皙 那忽杀忽杀的那个大眼睛 别说是男的 就算是女的看见了 估计都特别想跟他亲近 而且阎人书说话还是那种特别细声细语 嗲声嗲气的那种小女生的状态 那周围人对他的评价就是 性格非常的好 很合群 跟谁都能合得来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呀 她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曾经有过不良历史 她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因为偷同学的钱 就被学校给开除了 被迫转学过 那高中毕业之后呢 阎人书就没考上大学 那之后呢 就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就是 卖人身保险的公司 做那个卖保险的保险员 那阎人书在这家保险公司呀 工作了大概9个月之后呀 就认识了他的第一任老公 那很快呢 阎人书就从自己家里面给搬出来 就和这个他第一任老公 开始这个同居生活 在1998年 阎人书22岁的时候 就和他的第一任老公结婚了 那他第一任老公呢 他实际上是搬家公司的一个职员 也就是说他的薪水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阎人书这个人呀 虚荣心非常的强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特别喜欢奢侈品的那种女孩 就是身边所有的用的那些包包呀 化妆品呀 不是一线的大品牌 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但是就凭借着老公这一个人的微薄工资 那阎人书结婚之后就不工作了 那可见这一家人生活呀 也是非常拮据的 但是婚后不久呀 这个小家庭里面 还是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 不过呢 在2000年 二月份的时候呀 一场厄运就降临在了他们的头上 阎人书这个小女儿呀 她在桌子上面玩 但是不小心呀 从桌子上面摔下来之后呀 就摔得脑震荡 最后这个女儿呀就去世了 那当然这个女儿的去世呀 对阎人书他们夫妻俩的打击都非常的大 这两个人呀 还因此患上这个抑郁症 都去有过一段时间的 这个精神病的这个治疗历史 当然后面也有 韩国的行政专家和心理测解师就说呀 阎人书这第一站小女儿去世呀 可能就是阎人书从人格障碍走向犯罪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 因为人格障碍呀 他不一定会成为罪犯 他也可能就是一辈子只是带着这种人格障碍在生活而已 那还有不少人就说阎人书的第一任女儿呀 就是他的这个小女儿 可能就是被阎人书故意伪造成意外而身亡的 当然这个没有任何证据 只是停留在猜测阶段而已 二十年四月一号的时候 阎人书就给老公喂了这个抗疫狱的药 因为一般这个抗疫狱的药里面都有这个催眠的这个成分 那阎人书的老公吃了这个抗疫狱的药之后 就开始昏昏沉沉的想睡觉 那这个时候呀 这个阎人书趁老公昏沉沉的时候推了老公一把 那他老公就从楼梯上滚下来之后呀 就也摔着这个脑震荡 之后老公就住院了 那阎人书呢 从自己老公这一次意外中呀 就获得了34万韩币的保险金 其实34万吧 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钱 几千块钱吧 但是呀 这是阎人书开始骗饱的一个起点 因为阎人书的老公啊 一直在接受这个抗疫狱方面的治疗 那个阎人书就跟自己的公公婆婆说 老公是因为吃了这个抗疫狱的药 不小心自己摔倒 然后撞到了头 撞出来了脑震荡 那公公婆婆也完全没有怀疑阎人书 一个月之后 在2000年的5月份 阎人书就再次给老公喂下了这个 含有安眠药成分的抗疫狱药之后 老公就睡过去了 睡过去之后啊 这个时候阎人书拿这种大的取别针 刺下了老公的双眼 为什么要刺下老公的双眼呢 这个地方有一点 就是在韩国这个人身保险中间 死亡 他的赔偿额度是最高的 其次就是双眼失明 因为眼睛对于人来说 是完全没有办法取代的嘛 但是在老公失明之后啊 阎人书就开始了对自己老公 无微不至的照顾 这些照顾都看在了自己公公婆婆的眼里 那阎人书的公公婆婆啊 就再一次相信了 阎人书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韩国好媳妇 就这样时间一点点过去 大概来到了一年之后 在2001年的6月份的时候 阎人书又一次给他老公下了药 他老公又睡着了 这一次阎人书一不做二不休 拿着这个滚烫的这个油呀 浇在了自己老公的脸上 老公重度烧伤 那这一点还要解释一点 就是说在人身保险的赔偿额度中 最高的是死亡 其次是失明 那第三高就是烧伤 当然这些阎人书之前 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 都是烂熟于心的 三个月之后 2001年的9月份 再一次给老公喂了安眠药之后 阎人书从厨房拿了厨刀之后 照老公的腹部桶过去 给老公的腹部桶上了之后 老公就住院了 那你说之前 如果说是失明或者摔倒 都可以说是 老公因为吃了安眠药 不小心撞倒了 或者是磕到眼睛了 那你说这次 统伤这也太明显是人为的了吧 他又用什么样的脱词来解释呢 那这个时候呢 严人书就给自己的公共婆婆 还有医院的医生解释说 老公因为长期服用这个 抗抑郁的药物 经常的疾病呀 很严重 再加上他失明之后啊 就出现了很多自残的现象 所以说老公这次 也是拿着厨房的橱刀 自己给自己给捅伤了 四个月之后 2002年的1月份 用同样的方法 严人书又再次刺伤了老公的腹部 那有了上次的经验之后 这次医生连怀疑都没有怀疑了 肯定就想 哎呦这男的又开始自残了 这女的找不这样的老公 真是可怜呀 这次呢 严人书的老公住院了三周 可是刚刚出院没多久 就在2002年的2月份 严人书又一次用刀子捅伤老公的腹部 这次连肠子都捅伤了 还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感染 那很不幸的在下一个月 就是2002年的3月份的时候 这个老公就因为感染而去世了 说来严人书的这第一任老公 也真的是很可怜 就算是一个很好很健康的人 也经不住这样折腾 那严人书呢 从他老公一系列的受伤失明 在他死亡中 一共获得了 两亿八千万韩币的保险金赔偿 而在公共婆婆的眼中 严人书依然是那个韩国好媳妇 说话细声细语 对老公的爱是忠贞不渝 在老公的葬礼上 也表现出来非常非常伤心的状态 那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很多小伙伴 和我一样的疑问 那严人书的老公 他自己就没有发现 他自己身边睡了这样一个恶魔吗 其实我觉得吧 严人书身边的人 如果跟他不熟的话 也许没有发现他的真面目 但是和他朝夕相复的老公 我想他老公应该是有所察觉的 有很多韩国的犯罪心理学家 和心理测试师都说 这个严人书的老公 很可能是换上斯德格尔摩症候群 因为在第一次脑震荡 再加上失明受伤之后 严人书的老公就不工作了 可以说和外界处于一个隔离的状态 他身边唯一的人 就是自己的媳妇严人书 那他肯定知道 自己身边生活了一个恶魔 但是每一次严人书 在迫害了他之后 又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那这个时候严人书的老公 肯定会起一种 比较奇妙心理上的变化 这一句就是他为什么 从始至终都没有跟家人提起来 是自己的媳妇 迫害自己的原因 那在严人书第一任老公葬礼 刚刚结束了 严人书马上就跑去了夜店 去嗨去了 在夜店里面就认识到他第二任老公 那严人书的第二任老公呢 姓林 咱们就叫他小林好了 那严人书和小林认识之后 不到两个月就开始和小林同居了 那和小林同居过程中 严人书甚至隐瞒了 自己之前有过婚史的这一事实 而且啊 把自己的家里的这个家境 也舞的是严严实实的 严人书跟小林说 我是某某富豪家的女儿 我妈给了我十个亿韩币的 这个资金让我管理 十个亿韩币在200几年的时候 还算是一个挺大的钱 现在也算是一个挺大的钱 严人书还谎称自己说是什么 哪个哪个名牌大学的幼教专业毕业的 甚至还花了三千万韩币 给小林买了一台车 你想想这样一个身材高挑 样貌较好的一个美女 又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 还给你买车 这哪一个男的都经不住啊 这完全脱脱的就是白富美啊 那从此小林对严人书 就可以说是严厅计从百亿百顺 那严人书呢 就可以开始进行他的下一步计划 给小林买了这个三千万的这个车呀 对于严人书来说 只是一个投资 那投资就要讲究投资回报率 2002年的10月份呢 严人书呀 同样给小林喂下了安眠药 就一把推倒了小林 那这个小林呢 就腰椎受伤就住院了 直到那个时候小林住院 这两个人还只是同居的关系 就没有登记结婚 那没有登记结婚 这严人书就拿不到 这个保险金的赔偿 怎么办呢 那这个严人书呀 就跟这个住院的小林 含情恶恶的说 就算是你一辈子都起不来了 我也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本来吃了这个安眠药 迷迷糊糊 还有点怀疑自己 是不是被严人书 一把推倒了的小林 看见严人书这个样子 感动的是稀里哗啦呀 立马写了这个伪认书 让严人书拿起的资料 去那个首尔 相当于民政局的地方 去登记 两人就结婚了 也没有办婚礼 但是小林不知道 他正在把自己 一步步的推向死亡 在2002年的12月份 这个小林啊 出院之后没多久 严人书又一次 给小林下了这个安眠药 那小林吃了之后啊 就睡着了 严人书这次又拿这个针 刺掐了小林的右眼 两个月之后的 2003年的12月份 小林的父母和严人书的 第一任老公一样 被严人书给捅伤了 之后小林就住院 那这一次呢 小林很不幸 立马就伤口感染 就去世了 从小林认识严人书 到同居到结婚 直到自己去世 不到一年的时间 但是小林啊 他生前是个运动员 他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 那小林的家人啊 就不免就开始怀疑了 怎么我儿子 跟这女的在一起之后 不到一年就不幸去世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小林的家人啊 父母啊就强烈要求要验尸 那这个时候严人书 肯定就坐不住了 他想出来了一个绝招 他哭着喊着 跟小林的父母说 妈 我和小林虽然已经登记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办婚礼 现在虽然小林不在了 但我也愿意和他相守一生 我要和他 办明婚 那小林的家人 一看这架势 一看哎呦 这肯定是真爱无疑了吧 就不再怀疑严人书 也不再强烈要求要验尸了 还给他们俩真的举行了明婚 而且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严人书当时是怀了孕的 那小林的家人其实很好 就跟严人书说 你还年轻 你把孩子打掉 然后就开始新生活吧 再找别人开始新生活 那严人书就死活都不同意 最后严人书还坚持 生下来的一个儿子 当然严人书这个儿子 不久也去世了 严人书从他第二任老公 这个死亡受伤 包括市民上 总共获得了 7680万韩币的保险金 比他第一任老公是少得多了 但是这些钱啊 远远不够严人书用来挥霍的 那不久之后呢 严人书把这个钱 全部都花光之后 甚至还卖掉了 自己租的这个房子 那房子卖掉之后 无家可归了怎么办呢 那严人书就打包了自己的行李 搬到了自己亲妈那儿去住 如果说严人书的前两任老公 遭到他的迫害 是因为没有血缘关系 也许他从来都没有爱过 他这两任老公的话 只是贪钱 只是把他们看作用来赚钱的工具 也许从正常的角度上 还可以理解一点 但是接下来 严人书所做的这些事啊 真的是让人觉得无法理解 2003年7月份的时候 严人书给自己的亲妈 喂下了含有安眠药的16支 然后用注射针头刺伤了自己亲妈的双眼 那妈妈呢 就因为外伤性白内障 就导致双眼失明了 当然在这一事故之前 严人书肯定是给自己亲妈上了保险的了 几个月之后 2003年的10月份 严人书就颠了几瓶寒窝这个烧酒 来找自己的哥哥喝酒 那按理说 严人书的哥哥 他的酒量非常好 但是跟严人书喝酒那天 哥哥几杯下肚 立马就喝醉了 完全醉得不省人事 实际上严人书 也给自己的哥哥 酒里面下了药 那在哥哥昏睡过去之后 严人书一不做二不休 拿了硫酸 破在了自己哥哥的双眼上面 那哥哥也双目失明了 在哥哥的住院期间 严人书甚至还想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弄死自己亲哥算了 就想往那个书页的这个掉瓶棉 去打这种药 但是幸运的是 哥哥当时被抢救回来了 2005年1月份的时候 这个时候严人书和自己的哥哥 还有弟弟在家 这个地方要出一点是 严人书的弟弟 现在已经是这个家庭里面 唯一的胡伦各的人 就是完全全全没有受过伤的人 那严人书能放过他吗 肯定是不能的 严人书给自己的哥哥弟弟 下了药之后 两个人就昏睡过去的 严人书就在家里面 放了一把火 想要把房子 还有哥哥弟弟 全部都烧死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烟 就把哥哥给呛醒了 那失明的哥哥 就赶紧摇醒了弟弟 在弟弟的带领下 这两个人就从屋里面逃出来了 但是哥哥手部有严重的烧伤 那弟弟也因为吸入了大量的烟气 呼吸道有损伤 但是好在这两个人 都捡回来的一条命 但是房子烧没了 房子烧不然 他们住哪呢 这个时候严人书想起了 前一段时间 来自己家里面 做过家政的 这个一个姓姜的女士 于是就拨通了 这个姜女士的电话号码 姜姐 我人书呀 最近怎么样 我挺好的呀 就我们家出了点小事 房子要烧了 不过也不算啥呀 我们呀 又在江南买一栋别墅呢 你也知道我这两年 混得挺不错的 不过那别墅呀 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入住 你看啊 我这两天能不能先去你那集结 等我走的时候 把欠你那几个月的工钱 都给你结了 啊真的呀 行 那我现在就过去 这姜女士一听 把欠我的工资都给我结了 这感情好 于是就让爷爷爷书 他们一家搬进来了 但是江女士她是有老公有孩子的 就一起住肯定是不方便嘛 那老公和孩子就跟江女士抗议了 那这个时候啊 江女士就跟阎人书下这个最后通牒 让阎人书搬出去 那这一句话呀 可能就刺伤了阎人书的自尊心 就把阎人书给激怒了 在2005年2月1日的凌晨呀 阎人书在江女士家又放了一把火 那在火灾中呀 江女士的老公呀就不幸身亡了 那江女士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呀 就住进了医院 那这个时候江女士就觉得 这个阎人书她是因为他们家失火 住进了我家 但是现在她刚来我家不久 我家也失火了 这火会不会就是她放的 这个时候阎人书实际上也已经 察觉到江女士在怀疑她了 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 想在医院里放一把火 把江女士也给烧死 那阎人书就在那个医院的楼梯里面 就开始浇那个石油 汽油 那这一幕呀就被医院的这个CCTV录像给录下来了 这就出现了我们刚开始讲的那一幕 警方在首尔的某家医院 逮到了一个女性做火烦 那阎人书的弟弟呀就找到了这个警察 就说自己姐姐身边的人非死即伤 那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呀 一听就肯定查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深入调查才引出来这一系列的连环凶杀 那阎人书呢 身边这些人母亲哥哥还有两人老公 身上得到了一共五亿九千六百万韩币的保险金 那当然最后这个家政服务的这个江女士呀 可能阎人书呀 迫害他们真的只是出于愤怒 并不是为了钱 在警方的调查过程中呀 阎人书又拿着他一贯的那种嗲声嗲气 他跟警察说 我频繁纵火 只是因为我在火光中可以看到我已经去世的女儿 还说自己犯下这一切罪行啊 全部都是因为吃了抑郁症的药 得了抑郁症 就算你得了抑郁症 抑郁症的人就可以随便杀人了吗 那看这一招行不通啊 阎人书甚至还跟警方说 自己嗑了好几年的药 就是因为吸的了嘛 在这种品的作用下 才做出这一系列令人发指的行为 但是可笑的是 警方在对阎人书进行那个视频检测的时候 并没有出现阳性反应 也就是说他没吸 那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要问了 阎人书这样频频的对自己的家人下手 他自己家人难道从来都没有察觉吗 我是觉得阎人书的家人应该是有所察觉的 在他的妈妈第一次被阎人书刺瞎双眼的时候 他妈妈可能就已经知道了 是自己女儿做的 只是很难去接受这个现实而已 那阎人书的哥哥后来也跟警方说 就是去妹妹家喝了杯酒 那喝酒醒来之后 自己的双眼就被硫酸给破了 就失明了 那阎人书的弟弟最后肯定也是意识到了 我们家现在就剩下我一个 算是完整的没有遭到迫害的人了 我要跟警察说我要自保 那当时警方对阎人书这个判决是无期徒刑 因为当时作案的时候韩国还并没有废除死刑 那为什么没有给阎人书判处死刑呢 是因为当时法院认为阎人书是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认为他是可教化的 实际上这一判决在后来也当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阎人书如果被判定为人格障碍的话 就是冷血精神病人和障碍的话 这种病它是没有办法治的 它不像精神疾病一样是可以治疗的 而且人格障碍是不能够用来减刑的 在无泄雨的案件中 我也分析过无泄雨的精神状态 就有很多小伙伴们在下面留言说 那如果无泄雨就被判定为精神病有疾病 或者是有人格障碍的话 那他肯定就减刑了呀 不能让他减刑 实际上这个精神病和人格障碍完完全全是两回事 这个人格障碍它是具有完备的刑事责任能力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人格障碍 他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被减刑 或者是被无罪释放 我相信随着之后对于心理疾病 精神疾病以及人格障碍 这个深入研究和清晰的划分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的 好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点赞评论和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